机密驾到 到底谁是机密呢 就是本尊 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看着呢 这个时间一天天这样逼近 我现在讲的时间逼近呢 就是马上 这个星期天6月9号 就是我们佛光山 还有佛光会呢 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 这个宗教联合齐安法会 以及最受欢迎的 这个佛光园游会 眼看着呢 这个义工们忙碌着 终于就等到这一天了 希望星期天呢 大家在这个上午11点以前 可以抵达 因为整个的活动呢 就是主要就是在11点开始 那大概这个饮食摊位 到两三点就会结束的 那我们希望尽量就是可以掌控在 就是11点到2点之间 那么可以很完整的呈现 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整个的活动 那么当然宗教联合祈福 祈安这都不用说 为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的国家 为这个世界 为每一个人都来祈福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接受这样的祝福 那另外呢 这个佛光园游会 它除了说 就是有这个节目表演 有这个抽奖 当然这个饮食更加不用说 我们其实想尽办法 把这个摊位尽量把它稍微集中一点 那至少都有60个摊位 光是这个素食的饮食 也超过150种 那么我觉得饮食当然是 它跟健康 尤其现在各位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饮食 最近出现的问题 比如淀粉类的东西 这些可以讲 其实这个饮食类出现问题 它层出不穷 那还没有被发现的 应该多于被发现的 那么就是真正的 我们吃的是食物还是食品 那么这个是让我讲起来 就很痛心的 比如说你喝一杯咖啡 里面可以完全没有咖啡 你喝一杯红茶 里面完全没有红茶 只是几滴 这个药水滴一滴 就是这样 这个像这些 我觉得制造者 是没有良心的 但是贩卖的人 还有这个去饮用 去食用的人 其实是消费者 造成了这样的世界 消费者要快 要多 要便宜 要美味 要好 要香 要如何 是消费者 自己造成这样 我这样讲 我不是讲别人 我觉得我也是消费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 所以这件事情要能够得到处理 其实只有从消费者的教育 可以 那么饮食是这样 这是因为我谈到这个 我们的佛光园友会 这个素食饮食文化 我很希望大家对 因为这些食物都是 hand made home made 就是这个义工 来到道场 大家一起提供出他们最好的 是真正亲手这样做出来的 是可以安心的 到今天来 可以安心吃到的东西 还真是不多 那么欢迎大家到 佛光园友会来 安心的享用 一场这个丰盛的 这个美食的饗宴 那么除此之外 我还是要强调 所有这些种种 我们都是那么 真心的欢喜的 要供养给大家 提供给大家 但真正的这个中间 我觉得这 尤其是以这一次来讲 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 去推动的是环保的概念 这就是我之前讲 现在不做 以后要后悔的事情 那么环保的这件事情 就是从 我们从宗教上来讲好了 我们都说佛教 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很普遍 所以我也提到了 净土的这个修行 要有三支粮 这个信愿行 那么环保也要有三支粮 那希望各位呢 帮助我们 其实说帮助佛光山 佛光会嘛 其实不是 帮助地球 其实就是帮助您 帮助您的下一代 就是我们大家 共同来落实 这个环保的三支粮 这个三支粮 借用净土的法门 就叫信愿行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要做环保 那我们要学习 怎么做环保 然后这个愿 我们发愿要做环保 那行 就是我们要落实 去做环保 之前比较谈到 这个发愿啊 学习啊等等 但是怎么去落实 我要借助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佛光园友会啊 我说要请大家 我用请字实在是 也用得很奇怪的一个动词 但是实际上 我们动作也是这样 叫邀请吧 邀请大家 一起来发愿 然后你在这个发愿卡上 就发愿行三号 地球更美好的 这个发愿卡 你写上 你愿意为地球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环保的事情 然后让这个地球更美好 你写了之后呢 只要一件就可以 你就可以投入那个抽奖箱 就可以增加你抽到机票 抽到什么大奖的 这个几率就高了 那这个至于说可以做什么 我想从大家发愿的 这个各种的内容里头呢 我们要把它整理 之后要公告 就是大家共同发愿 要来做环保 环保的这个叫环保100 列出100项 我们一定可以百愿成就 就大家一起来 共同发愿 这发的愿是你要去做的愿 不是嘴上锁的而已 那我现在举例来讲 说哎呀那发什么愿好呢 这个最最基本的 我提到这个三个R 从你这个reduce 减少使用 比如说我看我们人类的这种 这种就是消费行为模式 它其实是被这个制造厂商 因为它要刺激消费 它要赚钱 那所以它要制造很多的商品 那很多的商品 其实是只是换一些样子 当然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文创产益 那就吸引你去买 比如说这个一个为小猫喝水的盆子 它就是一个盆子 其实我相信这个盆子 用上个20年50年 不知道几代猫都用 都不用换的 它不会坏的 但是呢 我们都不换它 那制造商就赚不到钱 所以制造商就推陈出新的 圆的方的 卡通图案的 塑胶的金属的 什么什么 这些最新流行的 你就一个 我只是举一个 可能你饲养宠物 这么普通 不能讲普通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你都可能被这些制造厂商 弄到你很 哎呀我是不是该去买 我不买 好像我就不够爱我的猫一样的 好像有罪恶感 你不买便有罪恶感 我现在呢很希望 希望呢 提就带动一种 算是什么呢 一种概念吧 就是你不做环保才是 有罪恶感 会觉得很羞耻 什么羞耻呢 哎呀我拿着 灌装水 一个bottle的水 我觉得很 不好意思我要藏起来 你要觉得 就好像在公众地区 你抽烟 哎呀 要藏起来 就是抽烟 就是冒犯别人的健康 你用这个bottle的水 不做环保 你危害所有大众的 这个健康 这个环保啊 所以希望 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在这方面 最主要的是 星期天 请大家一定到佛光山来 我们共同爱护地球 推动环保 参与佛光园游会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